为了争取非裔选民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25日 在亚特兰大的竞选活动上 做出了一系列承诺 并在种族问题上攻击了竞争对手 前副总统乔·拜登 特朗普在演讲中开玩笑说到 要再执政12年 这延续了9月23日开始的一场争议 当时的争议是 如果特朗普输了 他不会承诺和平移交权利 特朗普说完之后 他的一些支持者开始高呼 再来12年 当天特朗普还公布了 他所谓的非裔父权计划 他的政府称之为白金计划 该计划是在11月总统选举前 不到40天提出的 并且承诺将纪念 美国奴隶制结束的6月 作为联邦假日 还承诺将两个组织定为恐怖组织 分别是白人至上主义的3K党 和反法西斯的反法运动 他还承诺增加非裔社区 获得资金的渠道 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支持非裔拥有的企业 扩大机会区 这次演讲 以及特朗普竞选团队提供的 一份情况说明书 都没有说明特朗普将如何兑现 自己的承诺 特朗普在全国的民调中 落后于民主党对手乔·拜登 他在2016年赢得了乔治亚州 但是他在这个州对拜登的领先优势最近已经开始缩小 纽约时报本周的民意调查显示 两位候选人打成了平手 油皮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 超过85%的非裔选民属于或者倾向于民主党